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来分享一下Goya的一个小包 OK可以打开给大家看 那其实这一个呢我之前已经买过 当网友买过很多次只是都一直忘记分享 然后这一次刚好又有 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好了 这一个是Mini Tote 就是它是一个小小的 然后可以两面两面装的 那这一个呢包包呢它算是 我个人觉得它容量还蛮大的 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小包 基本上这个小包呢就是半卡片OK 它就是那个你如果是大包它就是一个长的嘛 然后小包的话就是这个小的 就是比例要一样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也是可以放卡片 然后一样有一个袋子 那这一个另一个 这个你就是都可以拿起来 另外使用当一个卡包啊或者是小钱包 都OK 那这一个这个颜色是黑色 就是黑色基本色 它就是黑色跟然后或者是黑色的老花 然后边边是棕色 那叫我们叫黑棕色 就是黑色 黑黑跟黑棕 是基本色 就是但加上是比较便宜的 那如果是像什么红色白色灰色绿色黄色 那个我们就算特殊色 那那个价格呢 也没有到三级条 就是会有一点差距 这样子 那这一款包呢 跟普通的那个Total bag Total PM PM GM那个的差别 就在于说 那个里面是帆布的 就是像你 像这一种的帆布 然后啊 这一款的话呢 它是双面的 然后它外面就是老花的图案 然后里面呢 是皮革的 那如果是黑色的话呢 就是黑色皮革 那如果是黑棕 里面就是棕色皮革 这样子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 我觉得它算是蛮好用的一个小包 所以呢 但是它半价算是比较高的啦 所以 如果喜欢购牙的人来说 呃 我觉得就是 它就是有一群专门 就是喜欢它的拥戴者 那其实我觉得 我个人也蛮喜欢的 而且我不是有一个红色的 我把连结放在上面 就是我有一个红色的宠物袋 然后那个就是比较大的购物袋 而且我现在有一点就是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老花的部分就是不怕油 不怕水 然后又不 好像也不是很怕干 然后呢 所以我现在又是下雨的时候 因为如果背龙圈 就会湿掉 然后背其它皮革的包包 又怕会就是 在香港还蛮难保存 然后又很容易发霉 所以变成我现在只要是 天气不好会下雨 我就会被 他分享给我 他用了十年的勾腰包包 真的都没有褪色 我就觉得 整个被圈粉 好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包包呢 就是大概就是 呃 我可以装一下容量给大家看 然后它就是 它外面这边就是 呃 像外缝这样子 然后里面呢 就是内缝 因为就是 就是在内层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整个翻过来 就变成 变成一个就是 黑色的 整个都是全黑的包包这样子 那我大概装一下 就是 我的道具出厂 就是这个是一个 Dill的WOC 那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长夹来用 如果把它当成长夹的话 基本上呢 长夹放进去 是可以的 就是 这样子 是可以的 然后呢 如果我的 就是零钱包 墨镜 还有一个短夹 放进去 卡包 都可以 就还绰绰有余耶 可能还可以再放个 雨伞吧 或者是水瓶 如果是水瓶的话也可以 然后 是不是超级 超级无敌 耐妆 大家看一下 水瓶 然后 有点暗 但是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容量真的蛮好的 但是它就是 呃 像我比较瘦的话 就还可以上肩 所以 它除了可以手腕子以外 还可以上肩 等一下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对 对 我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它翻过来其实也没有很难翻 就是 直接这样子 这个 这个 这个包是我朋友的 所以我可以 我跟它借了 本来示范给大家看 我自己也还 就是在 就是 因为我太多 我其实也蛮喜欢这个包的 但是因为我太多类似的 就是差不多大小的包包了 所以变成就是还在纠结 不过 它每年也是会大概涨价一次 大概会是在1月的时候 那在香港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 嗯 价格跟法国还是有差的 那因为台湾没有嘛 所以网友就可能会 想说 请我在香港帮它买 那但是因为法国就是 好像有限购还是怎么样 然后再加上运费可能 也 也蛮贵的 所以就是 就干脆在香港帮你买 因为像我自己 我也是直接就在香港买 一买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里面就是 如果老花在里面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黑色的包包 就是一个黑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容量我真的觉得蛮好的 就是 是一个非常好用 然后如果你可以上肩背的话 其实 你背的时候这样夹着 其实也不会觉得那么的 就是不安全 那你手挽着的话 其实也 像什么 好像有一些朋友 就是他们会拿那种 都很习惯手挽着包包 就比如像我自己 可能拿那种 艾玛斯的Picotina 就会比较不习惯 因为有时候就是 想要两手放空 所以我就会喜欢上肩背 或者是鞋背 可是我觉得鞋背的时候 鞋背 如果你手上要提很多东西的时候 就会 有点卡啰 但是肩背又会 就是怕 你如果没有装很重 它就会一直掉肩 也很麻烦 好吧 然后现在示范背法 给大家看一下 每天便会 我先打赏 如果你有没有装饰 我先打赏 但是她一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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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